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机的要求啊 再来看一个石友的一个投稿 来看看石友的造纸啊 呃他这里是直接发给我的录像啊 所以说也没有石友的ID啊 之后呢他选择的是这个张辽 落地呢还是张辽啊 他这应该是个随机人物啊 我记得发的时候跟我说了 出门了顿的嫂子为后啊 打了个四下A顿A站A枪编石啊 这样的话呢生一试 然后这个土雷炸的不太好啊 这个土雷把小兵炸死了 应该等一会儿 然后这个位置选择的追地 追地的话还行吧 这个地方打了个必杀 卡了一下后边的刀兵 然后等这个孙妮起身出这儿 走位 其实商量前期应该用一用这个绣剑啊 因为这个绣剑的话 这下不能打了 这下 这下呢顶着这个枪兵打6A 在空中复空的时候呢 枪兵容易打一个落地啊 包括这下追地啊 这下追地的话呢 因为他刚才四楼也没画出来 刚才四楼也画出来的话就挨揍了 可以看到这个 呃招式方面呢 还是不是太严谨啊 这个招案状没写 是B那道具也进了吗 这里我没太看懂啊 他这个就说了一个随机人物进去 然后呢打驴 随到了一个貂蝉 用这个金珠加这个绣剑 把这个驴先清一清 啊不是 把这个棍兵先清一清 然后留一个驴 然后这里接着他要顶驴的时间 给各位说一下 如果各位有什么素材想发给我 可以加我的企鹅 371159923啊 然后最好是超玩空间或者游具啊 这两个现在看录像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位置来了 现在不卡小驴吗 他这里是没卡小驴啊 就跟这个大驴慢慢撕吧 倒是也行啊 但是不如卡小驴安全 最后呢这里继续来 打了一个AA的上下A 呃也不错 因为这个上下A之后呢 打一段收招是可以跑的 现在呢 看来是没有卡兵的一个打算啊 那就慢慢磨了啊 AA上下A或者AA上下A 然后在墙角的时候 可以打一手天女独宰雪亮 但是因为打进雪啊 所以说 呃快和慢无所谓 主要是安全 这个上下A是最安全的 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里继续再上下A 这上下A之后应该防一下啊 上下A之后往上走 有的时候顶 威逼能走得过去 因为你的上下A呢 有的时候会卡到小兵 卡到小兵以后呢 你的这个上下A呢 就会在空中 这个收招时间就会延长 哎就像刚才这样 刚才那如果驴是顶的话呢 未必就能走得过去了 啊所以说 为啥我说尽量上下A防一下 当然了这都是 呃一些比较小的细节啊 好之后呢 打完驴来到了夏侯渊 哦他这里是打个不卡兵啊 那我懂了 这个马超打夏侯渊不卡兵 还真不错啊 因为马超这里他升到10级 可以占一堆的尾连 哎应该说不错 这个打夏侯渊的造成还不错 呃因为这夏侯渊不是第一优先 所以说呢 选择一个战役堆的尾连是不错的 对了小兵很配合 两个小兵双双来到了马超的身前 夏侯渊很配合 这里不能打了 可以啊果断撤退 然后呢小兵轻一个留一个 呃这个BX打的不好啊 因为这个BX打完之后呢 你的K亚兵就死了 而且这个BX呢 不是个解为BX啊 人物还没被夏侯渊堵到墙角 包括这个堆也打的也不好 因为刚才如果夏侯渊不是那招的话呢 你出一个这个呃夏侯渊出个圣楼就挨揍了 啊所以说这个K亚兵就像打孙击的时候 我所说啊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招式呢 打的还是太过于不严谨了 就是这招我有可能出去了 我有可能挨揍 有可能不挨揍啊 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没挨揍的话呢 可能只是这一下的运气好啊 然后这个位置就去走位 看来不要B面道具啊 这应该还是个金B面道具 刷案状的没减啊 所以说这个大印肯定也不会撞了 剩下这个血量呢 就是空下小兵血慢慢抹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打一个A前A 或者打一个这个平A长的 这地方呢 大怪小兵想一起打 看这个夏侯渊的树招没抓好 躲一下问题也不大 现在就是饱雪啊 时间是够了 这里可以继续站一堆 站一堆一站 然后再打一个三下A 夏侯渊跑了 这时候可以交个B杀 这个B杀是没毛的呢 因为夏侯渊已经没血了 这个B杀交出去之后呢 夏侯渊放倒 直接就能扎死了 达到一个击杀的效果 这个B杀跟第一个B杀就不一样了 好 下一个呢 是来到了梦游 果然是不卡兵 出门呢 选择B杀清兵 也是可以的 没什么破定 然后呢 过来 这个黄东的B杀 你看到很怪啊 两个大狗一样的血量 B杀打过这之后 一死一残 这个玩意就很离谱啊 之后呢 选择直接硬杠梦游 打66A收招是不科学的 因为66A收招之后 这个梦游呢 未必会这个 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招 这里打三坠地 没问题啊 这三坠地的血量计算 是刚刚好啊 然后再就是打这个梦游呢 没起修剑 也是比较危险的 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运气成分在的 因为这个你玩过天王难度 你就知道啊 那个梦游 那个无敌顶多可怕了 这下跟傻狗的抢招呢 运气有点好啊 因为这个马超呢 抢招不是很强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扔点这个修剑啥的 他包里是没修剑吗 上面应该有修剑吗 那第一个格是啥狗 没注意看 这下运气不错 铁甲没回到 没有修剑啊 果然 他这个没有修剑啊 就要求这个游戏 封键起这个游戏 这两款成版的游戏啊 你想把这个水平玩的高 修剑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高手的标配 你相信我啊 绝对差不了 这个位置呢 很漂亮的防御 又是一个反防 可以 这两个防御很硬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小兵控的不好啊 他这个小兵呢 尽量要留一个残血 然后在打boss的时候 小兵夹过来死 是最好的 比如说现在这样 这个小兵控的就很好 然后这里呢 打一个12连 然后右边刷兵了 现在要是打右边的兵啊 因为你现在如果起沙狗 右边的兵搅和你 你不如趁着沙狗倒地吧 右边的兵控一下 你看是吧 就虽然说打到现在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天王难度随机人物进血 打到这还没掉血呢 还没卡兵 是吧 但是呢 很多的细节呢 还是可以提升的 包括最后再追递 也是略有犹豫啊 不过不影响了 跟沙狗最后抢一个平A 直接拿下 好可以 目前为止都没掉血 打点气不看了 呃 炸辽 这死血怎么还打多了呢 呃 出门打一个必杀吧 这个三贴甲得清一下 果然打了个必杀 其实就好是弄个莲花啊 因为没啥弄莲花呢 调查的莲花正好清不了天王兵 正好剩一点血 所以说呢 可以起到这个 把天王兵打残的效果 啊 开场的莲花是有这个好处 这里呢 是直接往左打 不是很科学啊 但是也不错 因为呢 刚才获得了个进攻的机会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可以给毒气了 因为大怪跟小兵在一个方向 可以毒气一起来 这地方呢 毒气给的很犹豫啊 然后 把小兵打倒 这一定要打倒兵 这不爱做吗 这不爱做吗 这不爱做啊 呃 小兵的控制可能还是差点意思啊 然后这下这会累积了 这下小兵别打脱个半屏啊 呃 反正倒是也行 呃 这个张辽呢 起身给了一个笑 因为他这个要求啊 这种屏幕张辽不是半屏 起身基本不会笑 然后这个雕杉跟张辽硬抢的话呢 也不科学啊 因为这个 这你又是张飞啥的 祝个亮啥的 还 还问题不大啊 然后这个雕杉的话呢 就不得进了 包括这下平衡这两天甲 很有可能能打到的 当然刚才那个上下A出的不错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直接打了风景看云的一个破定啊 整体来讲感觉还是有点急 啊 节奏可以放慢一点 这个位置呢 是继续走位 然后打了一个张辽升级的一个败招 这个位置给个黑盘可以 然后打天女 BA天女 CE结束 然后把 把贴甲放倒去打追地 这个张辽就死了 没有这么选择 可以看到这个小兵又来俩了 是吧 这就一如我前面所说的 整体来讲 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空兵 啊 还达不到就是说 我给这个大怪放倒了 干一波小兵 小兵打残血了 干一波大怪 让这个小兵过来假死 这一点的话呢 可能做的还是 稍微不好一点 其他的话呢 目前为止没什么破定啊 对boss出招还是比较了解的 然后这里被小兵揍得挺惨 啊 这应该是挨了小兵的两刀 加上还血 来打这个貂蝉 呃 他禁闭变道具 为什么要打貂蝉呢 这个玩意 我也理解不上去啊 全boss吗 全boss没走法路 也不是全boss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打法我还是看不太懂啊 有点乱 好 这个位置呢 打貂蝉的破定是一点都没有 BA放倒 这地方倒一倒啊 因为这些血量都是BA扎的 BA以后呢 运气不好 貂蝉呢 拖半瓶一直不出招 所以说呢 这些血量都是BA硬生生扎下来的 不给各位看了 这个位置呢 是继续BA扎啊 这个赵云的BA扎貂蝉呢 还是几乎都是不少的 可以说你出 除非太倍 BA扎都貂蝉在AD上了 要不然的话呢 基本都不要去 但是你控制好距离呢 貂蝉不给B 基本都没事 这个4E补得很好啊 正好补全4E 再BA扎 再拖半瓶 机会 然后打了个前前A 给了个绿杀 也行啊 因为他前面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可能快倒计时了 这个掉伤打的屌用没有 恕我之言 好 之后现在小刀具 行得早 这个账飞大旅盟还是很厉害的 账飞大旅盟的话 可以看出门神清的兵 可以啊 然后把底下那个兵清掉 他不清兵吗 就把底下那个兵清掉啊 哎哎哎哎哎 清掉了 然后这个天甲兵留着 因为这个149的天甲兵呢 没那么强力啊 所以说呢 留着他打这个绿盟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 直接抢招 往右边打边位移 贴打是追不上的 这边有一点的规定 然后找飞盘 飞盘 不能飞盘吗 他没调飞盘呢 在打绿盟的时候 调了个莲花 这时候应该先打飞盘啊 先把飞盘的叔叔打出来 因为他爆了以后 两把张零件呢 这个道具肯定是够用的 他这赤赤不能道具 只能拼抠 哎你看是吧 这个张飞这个狂蜂是起手 撞狂蜂是基本没有伤害啊 张飞的伤害来源 不暴击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四侠爷 这下呢 是属于抢了一招 然后现在这个血量 他存那些道具不用的 后边的怪 没有太多需要的了 尤其这个张零件啊 现在就可以启动了 基本就快死了 随位置给了个飞盘 终于起手了 可以 然后狂蜂是免疫了 没注意 往下走 这飞盘有点少啊 沿途不到用哪了 可能清兵了 因为再一路走过来 打貂蜂的飞盘是满的 他这个飞盘 前排打boss没用 可能清兵了 这样呢 再减飞盘 然后 这个张零件出手 基本就死了 别站这儿啊 这张零件可别扔啊 小兵打掉 要扔张零件了吗 坏了 你先刷脸上了 运气 运气 这只能看运气了 这张零件起手的位置不好啊 首先呢 打死铁亚马上起手 是非常好的 他打死铁亚之后 等了一会起手 给了小兵出来的时间 像这个第二把张零件 扔的就没问题 因为吕蒙死了 张零件给控兵了 不挨揍了 好 今天张零这里爆气过来 打啥 打千万变石吗 这个地方爆气 张零一般吧 有点用不大 因为这个平A如果点空了 张零是个短手英雄啊 这个平A如果点空了的话呢 很可能千万变石 就中沙姆克一个中锤了 再给三追地 这三追地给你点毛本都没有啊 这最后一追补全了啊 他这空一追 可能也是为了陆讯起成快 等会应该会打一个这个陆讯 你看啊 他这边打完沙姆克之后呢 又没打这个 吕蒙 而是直接来到了这个沙姆克的地方 又不是全boss 然后还打了个掉蝉 是吧 这个就显得很怪了 然后这里非凡控一下 直接抢吗 玩着点虎 直接抢了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 调隐身一 这隐身一调的很快啊 其实不差点伤害啊 按这个黄中 没有抓人状来讲呢 不打招式免疫 基本上是三个隐身一 所以说 如果是我打的话 我开场我会直接隐身一 然后一直追着打韦莲 这个韦莲打得好啊 就是追着陆军大尾连 不让他倒地 这是什么有毛病 你看什么 怎么都是三个隐身一 那既然都是三个隐身一 为什么陆军开场 你要跟他抢一招呢 对不对 如果陆军开场 给你一个无敌的旋风剑 或者无敌的AB 那对吧 那你掉血的同时 一切都乱了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呢 稍微自己一思考 可以往上提升提升 这位置进来给秀剑 哎漂亮啊 因为这个黄中打这个刀兵 很费劲啊 他这个秀剑呢 是后来张铃剑用完之后 在后补回来的 实话实讲呢 这个玩法之下 前提啊 这个秀剑的优先机 和这个重要性 是远高于两把张铃剑的 这个地方呢 可以 现在可以揍了 因为这黄中的输出不高 他选择打了一个四台倒地 等幅落地 然后打了个两堆地 然后这一下 哎呦 这下好危险啊 这下如果平安没打着 就安一门锤了 还好打着了 好 然后呢 减点这个秀剑跟这个莲花的 就过关了 别让乔打着就行了 被桥堵住了 那莲花不剪就不剪吧 好 咱们来看虚楚 虚楚这里呢 又是让小兵揍了一队啊 这也是正常啊 因为腰九的话 大概 呃 大部分打进血啊 你玩的熟了以后呢 boss一般来讲 可以用道具 能掉血的 几率比较低 他这里打了一个 A3 3下A8A 天女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给毒气 毒气给他稍微点慢 但是虚楚中了 不影响 他这里最好是8A 踢两脚 方便补全41 他这里也是补成了 倒是也没问题 然后这里呢 继续毒气 给了个毒标 倒是也行 3下A 天女 天女打的就不好 因为天女之后 3下A不复工 下个天女打不上啥了 这地方 哎嘿 这地方这个道具 给他干办啊 给了虚楚的机会 你看到他这里 8A一下是不对的 正常调缠打天女 呃 正常调缠打虚楚 就是8A两脚在天女 这样呢 既能放倒虚楚 又能看兵 又能方便下次连招 他这里是打了个A天女 8A 啊这样的话呢 伤害也还行 然后这里继续给毒 他没啥往虚楚脸上跑啊 这个毒标 这个毒标咋说呢 这个毒标存是运气啊 就是这下 呃 毒标毒上了 没有毛病 但是呢 你是给了虚楚 能揍你的空姐 因为虚楚如果给那个冲 虚楚那个前冲是无敌的 啊冲的那个 冲的时候判定是无敌的 你这个毒标 扔空了 虚楚还顶你一下 就死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 为啥我说是吧 很多人可能觉得 那玩意儿有那么邪乎吗 你越玩的这个水平高的时候呢 每一个细节越重要 这个地方呢 轻了两个下兵 留了一个小兵 没什么问题 这个位置赶紧前A 可以啊 这个前A很 很及时啊 一个位移 让后边的小兵甩开 没机会打你 这里BA放到小兵 可以 然后打黄盖 这里直接给前A就可以了 刚才 打了个四下也行 好 收一个这个四一 BA收快跑 漂亮 拖半瓶啊 为啥不拖半瓶啊 BA收拖半瓶多好啊 晚上这里 大个小兵一起打 这里别打了 可以啊 这个果断的放弃 没有问题 然后继续走 然后等对边火结束 上去 直接 距离找的很好 然后继续顿连 打BA 然后为啥追地啊 那小兵不就打你的机会了吗 打了个必杀 这个挺不合理的 因为这个限制玩法的话呢 一般这个必杀 出飞到点了 要不然呢 不会连这个必杀 因为这个必杀呢 是你 危机时刻保命的一个手段 很多时候呢 你打小兵 或者打boss 出完招之后 背后有敌人 来不及取消了 一个必杀 是最好的解决手段 虽然说他这里满气了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能不用尽量不用啊 因为战略打这个谁 打这个黄盖 一点输出都不及 只要不爱揍就行 关于打流选 能爆了个气 没有问题啊 增大一个输出 减少一个打驴的这个节奏 这样的话呢 这个安全很多 然后这即便是照顾累积啊 点了一拳之后 这个驴也不会充顶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关于打驴打的 没什么破底 哎呦 这下 这下 给了背后小兵一个机会啊 但是背后小兵扔了个球 有点傻 之后呢 这里继续 这个秀剑有点慌张啊 秀剑大可不必 这么慌张啊 哎呦 这个飞龙在天也是个运气 飞龙在天是窜招了 他将往左边下来给个A 这个位置其实刚才把这个四拆A完就好了 四拆A完驴就死了 打这个绿驴可以看到 比打前面的boss略有慌张 嗯 然后看看这个威延吧 这个人一般 哎呦 这个时间摁的啊 这个时间摁的可真不好啊 这个人为啥我说一般呢 因为他用不了黄石弓 虽然说他有黄石弓 但是他这个 扔出来不掉血 因为他这不能解黄石弓的人物 然后这里的思路就完全不对啊 为啥呢 因为就是我之前啊 就你这个道具 加上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毒气 这个招式免疫的输出 在桥上是打不死的 员 绝对打不死 你看还挨了个电炮 为啥都从出门连花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连花不好的 因为你得明确思路 就是你得一合计 我随着这个人物 我删成这几个道具 我能不能在桥上留下被言 能留下 爆输出 出门打连花 没毛病 然后打PNA招式免疫 毒气毒标 猛猛的干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很明显现在打不死 你要拖时间 那你开始的对话 如果不就拖过去20秒了 对吧 这个魏严在桥上 一共就一分钟啊 你就拖过20秒了 这样的话 你把对话一个 你现在还得多打20秒 多打20秒 你看吧 现在多狼狈 看见了吧 这个不光是狼狈 这个道具费得多 用了N多的飞盘 加上毒气毒标 如果你是把毒气毒标 给他下边这个人物 再打这个魏严 他就容易的多了 或者你把这个毒标 毒气 留到这个司马仪跟那个曹操 毒气呢 开场打司马仪的输出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道具 没有道具了 可以用毒标 这扒拉扒拉曹操 都是得劲的 这个关羽呢 下来是简单啊 两个黄尘弓直接撂倒 然后这里被小朋友 打了点血量 来到了司马仪 开场毒气筒 打点血量 然后这里呢 两下A 打一个连招 可以 这里是直接打完吧 没有 打了个尾连 不错 好 可以啊 这波的输出打得非常的足 然后这里不卡兵 那这个司马仪的话 有点费劲啊 这个司马仪可以怎么呢 他扔了三个隐身一 现在上三 打曹操的话 打司马不能扔衣服了 现在呢 就是怎么呢 用这个必杀 必杀打不打吧 然后呢 等一会儿扔这个动输 这个人物 因为不能解动输啊 所以说动输的时间非常短 恰大血量了动输 最后呢 再弄点飞盘吧 哎 你看是吧 如果你想啊 就现在这个飞盘 如果这个打个岩程 没有那么多 你现在能整点飞盘 打点飞盘 BA探刀 再配合动输 就会比现在得劲的多了 这就是一环扣一环 然后呢 这里继续 给动输吗 没有选择给 这里打一个司马仪 可以啊 快跑快跑 可以啊 这里跑的很及时 然后下来 这还不给动输吗 早就该给了 大概能打四五个电炮吧 一下应该可能就得跑了 哎 果然变回来了 他们呢 完了再给一个动输就死了 哎 这样的话 这个进血一命就手打把掐了 他这还不光是进血啊 进血金并没有道具一命 嗯 就手打把掐了 你看对吧 可以看到呢 这个造纸就很高了 这个造纸呢 起码说这个投稿的玩家里边呢 最好得超过95%的玩家了 啊 这么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呢 最大的问题呢 整局出现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看兵 啊 就控兵这块 控兵的节奏不好啊 导致的很多的时候呢 在打 打boss的时候呢 都会面对一个 或者到两个小兵 然后呢 面对的时候 很多都是一个满血的兵啊 夹招不死 很容易会这个出现破点 这里开场没对标 四个隐身一的输出 应该是够 但是他第一个隐身一时间没抓到 这个白黄总最后这个时 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四个隐身一是绝对够的啊 就是这些裸棱四个隐身一 你控的好 这个曹操都死了 因为这黄总隐身一可以做到什么呢 你打两套尾连 打一套真连 一套呢 打曹操 整个一关血量的将近三分之二 所以说呢 四个隐身一是绝对够的 但他这里呢 四个隐身一的输出没打好 对这个黄总隐身一的时间 可能没把握太好 而且呢 他少了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开场斜角度标先打一套 因为开场的时候 你斜角度标愣完 这两个贴甲是不会来的 你可以打一套 这样的话四个隐身一就绝对够了 他现在这个四个隐身一呢 还差点输出 而且呢 他隐身一愣得非常的快啊 他每次隐身一呢 都是打了两套连招 上出来展示可以打三套的 早这么打呀 早这么打早三套了 你看最后这个隐身一 还扒了反了 别的非凡躲 然后上去打三套连招 哎呦 这一步走歪了 他这一步是往下走的 他还怕了 操操必杀结束是个破定 这时候愣飞盘 打一个输出 快冷快冷快冷 快快 冷得点慢啊 这里撞A 不打了 漂亮 现在可以咋的呢 独标 撕下A看刀 不能打了 跑 这个位置呢 没道具了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换我 我就先开小必杀 完了起身 看操操加不加血 加血我就直接揍死了 我不加血我就再找机会 还是先找机会 在小必杀也行 这样的话一命就搞定了 靠墙小必杀死了 哎 哎不是 哎那有气 哎呀这气也没用啊 那么好吧 我是本集的九城横 如果能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啊 别忘了给转点免费的赞啊 明天再见 拜拜